虽然表情与肢体僵硬 但是曼菲尔仍然认真投入舞蹈中 这是他们费尽心血练习的成果 也是为了进入社会所做的努力 最近曼菲尔出了一本新书 透过一群大学生的观察 近距离描述曼菲尔不向命运低头的点滴努力 我们希望社会各界的好朋友 您到曼菲尔来喝一杯有温度的咖啡 就是对曼菲尔最好的支持 您到曼菲尔工厂来采购您所要的一些二手用品 来寻宝就是给我们这些曼菲尔朋友最好的鼓励 让他们为您献上他们单纯而热情的一个服务 爱恒情人中心希望能够帮助更多新竹在地的 这些成年身心障碍朋友让父母没有牵挂 因缘际会之下中华大学的教授蔡明春 带着学生到曼菲尔的庇护工厂 进行协助改善咖啡方的专题 在过程中学生与曼菲尔逐步建立起深厚的感情 也才了解这群曼菲天使有多么努力要融入社会 许许多多的故事累积成这本《非呀非呀曼菲尔》 一件事情就是我希望借由这本书让更多人来认识曼菲尔 也让更多人来支持曼菲尔 这是我本来在协助的过程当中没有预期到的 但是我过程当中发现越来越多人愿意来帮助这些身心障碍的朋友们 因为他们非常努力 所以我希望借由这本书大家来认识他们 也希望大家来进一步来协助他们 尽管只是泡一杯咖啡 却也是曼菲尔们努力学习的成果 品尝咖啡的同时不妨打开书本 细细体会曼菲尔咖啡箱底下所累积的汗水与努力 凯破新竹林彦斌采访报道